昨晚真的很危险 差點一鍋熟,發生一些家居意外 話說最近有一齊行山的香港朋友 告訴我這邊一到聖誕節 超市賣的羊腿會半價 大隻羊腿二十多磅 賣十多磅 我也算是羊癡 趕快去買了一隻 打算做慢煮羊肉 在焗爐裡焗三個小時 焗得很軟熟 在焗的時候 剛才聞到羊肉香味 同時突然聞到燒著電線的味道 在廚房一看 看見酒櫃 用電池 有些煙滲出來 一開的時候 就像燒著的味道 因為酒櫃和焗爐 同一組的廚櫃裡面 慢煮羊肉 除了焗之外 下面要弄一層水 讓蒸氣焗著 讓它濕潤一點 我心想會不會是蒸氣 漏在櫃後面 漏在酒櫃裡滲出來 但又沒什麼理由這麼大味 馬上關掉焗爐 打開窗 風扇看吹散 可以不吹油自可 一吹 開著風扇 沒了一會 就跳了 整間房子就沒有電了 煙又繼續 味道又越來越濃 慘了 想著真糟糕 這是什麼事呢 難道火灼 也沒辦法 快快脆脆 還是打999 不怕一萬字怕萬一 打999 一聽到你說家裡有東西燒著 他就和你搏去火箱 搏去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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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說了 情況 他就問你 確保你現在安全 你最好不要留在房子裡 快點出門口等我們 我們很快到了 過了不久了 十幾分鐘左右 有大大駕消防車 有消防員過來 消防員 你知道外國人 通常都是比較輕鬆 消防員來到的時候 看到我們在門口 就說 你沒事吧 看你也沒事吧 然後就進去房子裡 看情況 一看 他就說 你應該 你這個酒櫃有多久 如果很久的話 我不知道我租地方 如果很久的話 應該有幾個摩打燒了 看來都是 整間房子黑黑黑 消防員有很多工具 快點拿了大光燈 說 這裡有四顆螺絲 拿了一些電螺絲批 幾個高大英偉的消防員 兩下手勢 鬆了幾顆螺絲 整個酒櫃拿出來 看一看後面 看一看 總掣 跳掣 剛剛是那個位置 原來就是那個問題 只不過是燒了一個摩打 他都說 這件事不是很少見 我都叫放心一點點 然後燒了一間房子 不知道怎麼賠給別人 消防員很好 他說 你打算怎麼處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應該 沒有東西的話 是不是塞進去那個洞裡 就算了 叫業主來搞定他 他說不是吧 你說很大味道 不知道有沒有害 他就說 你不如先拿去花園後面 他就說 我幫你拿出去 我負責 接著我幫你把總掣 看看他還跳不了掣 如果他不跳掣的話 那就是什麼事都沒有 他們幾個恐怖有力的大漢 就搬了那個櫃 就出去外面 開總掣 樣樣東西一切正常 沒有東西了 真是放下心頭大石 他們真是很nice 他知道我們是租的話 他就說 我現在幫你寫一張紙 就說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就不是你自己搞的 讓你和業主 就容易交代一些 他又有張紙 有張紙 他上消防車那裡 就拿一張紙出來 然後在那裡寫 就說 這個酒櫃 就發出這個臭味 就有煙出來 因為有機會對住客有危害 所以我們將他拆了出來 有什麼事他們就負責 然後叫我簽名 就很交代 如果不是業主 轉過頭就說 喂 你弄爛的 你去陪 那就大劑了 有時候在這裡住了一段時間 對他們那些 有時候的服務水平 都一般的 有信心 講開又講 我早前 就愚蠢 不知道是技術差 還是發什麼溫 那樣 駕駛一下車 然後 就無端端 那條路自己 就封在那邊 撞爛了車輪 那車輪 就算了 破財 就去弄了 那你找D那打電話去 又沒有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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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有回覆的話 接著就說 不關我事 什麼什麼 搞完一大輪 那樣 最終都是自己在網上 買幾個輪胎 然後去車輪店 就說 我幫你買兩條新的車輪 你幫我換了輪胎 行不行 最終就這樣 都要搞了兩三個禮拜 他們的心態是不同我們的 沒有那麼急 沒有那麼大壓力 這樣 樣樣都好像 比較不太緊要 不過這些急事 似乎他們都是上心的 都非常之多謝 這邊的消防員 那最緊要 消防員走了之後 我都可以繼續煮 慢煮羊肉 我都比較喜歡用中東的做法 加些香料來焗 三個小時 非常之好吃 又不會肥膩 那煮得慢煮羊肉 順便煮一個puller rice 夠了中東風味 下個禮拜 我就要陪女兒到處走 去倫敦 去別的家庭 去做些interview 預早祝大家 有一個平安快樂的聖誕節 那我都初步在想著 可能下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國這邊的食物 實際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人說 那麼難吃呢 有什麼辦法呢 在天寒地凍底下 不用每次吃凍冰冰的三文治 麵包呢 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接下來就拍這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大家 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 下次再見 拜拜 在天寶 得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